大家好,我是乐娜 这是我们去年春天种植的一个新的芹菜品种 叫做有机杂椒红芹菜 它非常好吃,而且还特别适合家庭种植 今天我就将自己成功的种植方法详细的向大家做个介绍 首先,种子的选择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择这种有机的红色杂椒芹菜种子来购买 第二步就是催芽育苗 时间大概是要在早春的时间是最好的 我们先将种子用温水来浸泡几个小时 在育苗盒里加上育苗土 然后将泡好的种子倒在育苗土上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给拌匀 最后再盖上一层育苗土 随后大概要半个月以后才会发出小芽 它生长的也比较慢 要长到这个程度大约是要十周的时间 第三步是移栽芹菜苗 我们是在5月17号的时候 才开始把它移栽到地底 先将一苗盒里浇透水 然后将它的小苗取出来 此时的小苗并没有红色 而且根长得很长 这是移栽后的第二天 它的间距大概是12英寸到24英寸之间 移栽前我们先伸翻了土地 并拌入了马奔堆肥和草木灰作为底肥 这是6月12号的情况 这是移栽大概20多天以后 移栽以后它就一直没有下雨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给它浇一遍水 芹菜的生长需要大肥大水 这是8月20号 离移栽后大概过了100天的样子 这个芹菜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这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芹菜的梗 大部分全是红颜色的 紫颜色的 总之是一系列的红色调 从酒红色到亮红色 甚至还有一些变成金粉色 或者是白色 它们的叶子全是绿的 移栽以后 大约100天到110天 它就可以成熟了 现在就可以摘下来吃 按照它的介绍 我们就从旁边剪下它的叶子来使用 这种芹菜跟其他的芹菜不太一样 它比较细 它的叶子虽然多 但是它的茎很细 不像有些芹菜长得又粗又壮 它的味道非常浓郁 它介绍是连它的茎和叶子一起吃掉 我们就用它做汤 翻沙拉 做馅等等 非常的好吃 把它旁边的叶子剪掉以后 留下中间这部分 让它继续的来生长 让整个的夏天秋天它都会在场 它的耐寒能力极挺 冬天经历了几场大雪 这是它今年开春以后的情形 感觉二月以后 它就开始了生机勃勃 长得非常的旺盛 尽管天体还很冷 而且还没有过双冻期 前几天连续下了两场 这样比较大的冰雹 这些芹菜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越长越旺 去年一个冬天 我们都没有打理它 感觉这种品种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没有任何的冰虫害 我们这个地块也不太好 因为它靠近一棵大树 而且它是属于半阴的状态 好像这种芹菜并不介意 它比较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所以我们在加足了底肥之后 我们平时再给它加一点苹果酵素 但是入冬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管它 因为冬季雨水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浇它 但是它确确实实长得非常的好 这种芹菜也是两年生的 感觉它的第二年的情况 比第一年的要好很多 它推荐的时候是说 这种芹菜的热量极低 是非常好的减肥的食品 而且它含有94%的水分 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K 而且它的叶子 茎以及它的根都是可以吃的 它的通便能力极强 而且对于降低血压 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对于老年人 是非常好的一个蔬菜 你看这只小Robin又来了 但是它很怕相机 转身就跑 我们每周大约要吃一两次这种芹菜 我们把它作为功能性的蔬菜 作为就是生活中必须要吃的一种菜 它这种深红色的茎 和这个翠绿色的叶子 非常的漂亮 它的味道呢 很浓郁 与其他的蔬菜呢 混在一起吃是最好的 特别是呢 用它来拌沙拉 这种蔬菜呢 它不便宜食物 最好是要吃亚丽桃 它的种子发芽大约要十几天 发芽以后还要长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要求双冻日过后 再将小苗的移栽出去 移栽后大约100天到110天 它就完全可以成熟了 芹菜的生长需要大肥大水 做到这两样 我们就能把芹菜种得非常好 特别是在冬春季节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蔬菜 特别是在当下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地里的小苗呢 刚刚长起来 唯独这个芹菜 已经是郁郁葱葱的一大片 这种芹菜呢 做馅呢 也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呢 它是我们这个季节的当家菜 它在整个的生长过程中呢 没有病虫害 这是我们种植新品种蔬菜里最成功的一次 它是最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种植的蔬菜 我们准备今年的再种植一批 隆重的向您推荐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 高血压病人 体重过重的人 这种蔬菜呢 最适合您 现在正好吃季节 您也试试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